唉 仍然恭喜 因為還是真正頭 因為有些事所以能夠遲了 跟大家見面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現在補法 上星期女王就因為工作太勞損了 她就暫停 所以我們本來回答應大家講講印度神話和傳說 就暫停了一個星期了 這個星期隨時我問我希望 我講幾個關於印度神話的基本知識 給大家知道這都是通識來的 大家有了這個基礎之後 就會聽星期六女王講的印度神話和傳說 或者會更加有趣味 首先就講這隻叫做印度的神喉 印度神喉它有個名字 現在我找一些圖片上來給大家看看 因為現在我在加拿大有限 所以你可以學到做Caption 做字幕我可以做到的了 和上圖片 希望大家看圖和看字幕更加清楚我所講的東西 當然有一幅圖片等於千幾個字 這件事大家可以更加理解更加了解 說到這個神喉它的名字就叫做哈魯曼 中文也叫哈魯曼 這個神喉原來是出於一本印度的史詩 因為有兩大史詩 其中一本比較短的史詩 就叫做羅摩顯娜 羅摩顯娜裡面這本史詩有記載這隻神喉的故事 最主要這個神喉就是幫助當時的王子羅摩去找回她那個妃子 Sitta 就是女王說我也認識那個Sitta 我其實在小時候看過那本徐速的名著 《印度王子與神喉》 它是一個節契本 當然呢 後來八幾年呢 大陸的公仔書呢 即是說小人書 都畫過 畫得不錯的 不過我沒有買到 大家可以上網看回《印度王之神喉》 記載這個傳說神話故事 那這個神喉呢 幫他們去拿回這個Sitta 因為Sitta被那個魔王 這個十頭魔王 叫做羅波納 羅波納 羅波納就俘虜了這個美麗的王妃Sitta 由這個神喉率領他的子弟兵 去解救王子和王妃的阿群 後來呢 這個神喉呢 這個神喉呢 亦封為呢 印度教裏面的一個神人 一個神喉來的 那我在 在柬埔寨旅行的時候呢 這個熊哥佛 熊哥佛呢 是一間大的廟 印度教的廟 那裏面呢 那裏面呢 也有一 好 它有最出名的 就是四面的浮雕 那些石客很漂亮 那裏面也有這個 哈勒文 在指揮著呢 他們 兩種 的 惡魔和善良的人呢 去 扯那條蛇 扯那條蛇之後呢 就將 他們蛇當龍的 Naga 這個 這種 叫做修羅和阿修羅呢 兩種這樣的 好人 還有 大家都 牽頭牽尾呢 就 扯這個 蛇 扯這個蛇呢 就 當是一個 結這樣呢 去抓那個 雨海上高的 衰靈山 那聽聞呢 一路這樣抓呢 就可以呢 使得到 得出一些 一些 不會死的 糧藥 那這個呢 另外一個故事呢 講出來 但是呢 哈勒文呢 是一個指揮 它是一個總指揮 指揮著兩 兩隊 和阿修羅呢 去 扯一條大蛇的 這個故事呢 叫 搞動雨海 那 在婆羅門教裡 相當 出名的一個神話故事 好了 那麼 哈勒文呢 的形象如何呢 它是 有人說它是四個臉 八隻手 它原來呢 是 風神的兒子 它是印度教裡的風神的兒子 那麼 武器呢 它的武器呢 就是一條 虎頭如意棒 喏 喏 在這個時候呢 大家都 或者呢 會有一個 印象 它究竟 和 我們中國 的 另外一隻 馬衣 孫悟空 是不是 同一隻 東西來的 還是 是 它有一個原型 就是 哈勒文 那麼 這個呢 在 中國的 大文學家 哲學家 胡適的研究下 是 那麼 陳恒 也是同意 他的說法 但是近代的文學呢 他呢 發現 這個 並不是真 中國的孫悟空 有他自己的出傳 最早的時候是元朝 元朝呢 的楊景賢 就在湖北 和柏山的傳說裡面呢 拿了出來 那麼這個呢 和天生的神后呢 無知其呢 是有關係 那麼 那麼 我在網上呢 找到一個呢 兩者比較的 文章 所以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麼 說到呢 哈勒文 和中國的孫悟空 兩者之間呢 的 異童呢 那麼 找到一些材料 和大家分享一下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麼 講到哈勒文呢 他是幫助 羅摩 去救回他的妃子 那麼 歷盡艱辛啦 當然 但是 蘇悟空呢 就幫助了唐僧 去西天取經 經過九九八十不難 那麼 大家身份呢 有點不同 哈勒文呢 是一個侯國的大將 而蘇悟空呢 是花果山 水蓮董的美侯王 齊天大聖 那麼 那麼 這個 這個 取經絲話 這本書裡面呢 也講到 孫悟空山 是花果山 子運動 八方 四千銅頭鐵鴉的美侯王 那麼 有不同 但是呢 在佛教和道教 民間宗教裡面呢 在民間宗教裡面呢 孫悟空也是一個神來的 那麼 英雄次跡呢 那麼 波羅 這個 哈勒曼呢 是曾經火燒羅撒的宮廟 那麼 但是 孫悟空也不差 在頭十回呢 是曾經大鬧天公 搞到呢 上天落地入海 去到 炎王大帝那裡呢 都沒有他負 那麼 如果文化教育呢 文化作者呢 這本史詩的作者呢 是一個劇作家和文學作者 那麼 那麼 在 中國來說呢 講到西游記呢 他的集說呢 裡面呢 就 探詩 雪解 如果說他是 武之奇的 原型呢 更加呢 是一個 作者來的 是一個呢 是一個呢 孫悟空 是一個白衣秀才 那麼 講到技能呢 那麼 這個 哈勒曼呢 是封之子 封 神的 兒 誇 誇 有些 家的 入海 都無所不難 雖然空呢 查一個關斗 十萬八千里 哎呀 真是 沒有他的服 喉子的白艷,有時還比人更多白艷 如果講到負仲,背起哈勒文,背起劣略山,救眾人 雖然空力大,也可以背起劣略山,荷薇山,泰山,而且可以擔山去太陽 這些是神話的說法 如果講到戰術,他曾經被老武怪蘇拉薩吞入肚頭 但是哈勒文可以在耳朵跳出來 這個孫陽空亦不失禮 他被司陀山的老魔,無底洞的雷妖,鐵線公主巴渣婆 王媚大王,洪涼巨蟒,也吞他入肚 但是吞他入肚子中結,令你一吐煙,不是一頭煙 最後要吐出來,這兩個都是一個傳說神話 最後說到對待婦女方面,就幫助救哈勒文 幫助羅摩救斯塔 但是這個孫陽空也幫助金子國王救金姓娘娘 也是愛護婦女的一份子 兩個人,兩隻神仙的畜生 都是相當之厲害的 從妖怪轉為神的個體 好,那麼羅摩顯娜這本書 究竟它有什麼價值呢? 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史詩 在印度的婆羅門教都印度教之間 一個很重要的著作 技術了當年印度的那個地方 一個神話傳說 那當然大家知道 在幾千或者幾萬年前 這個印度的東亞的大陸 它並不是現在的印度人所居住的 在北加索山裡面的居民慢慢向南遷移 遷移之後就定居於前 但是他們也趕了很多原印度的居民去南邊 尤其是去了印度的南邊和印度南方的一個海島 石蘭尚谷 現在叫做斯蘭卡 那麼這個進入去印度半島的時候 他們是信奉婆羅門教的 那婆羅門教呢 是跟後來印度教有不同的地方 跟佛教也有不同的地方 婆羅門教呢 將人分開總聖四種 那麼這四種呢 最高的呢 就是祭司 婆羅門這個總 這個class 跟著呢 帝薩利呢 就是王族和武士 跟著呢 就是經商的人 跟著呢 就是普羅百姓 那麼最後呢 還有一些呢 做髒東西的 就是說呢 執死屍啊 或者掃地啊 焚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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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呢 Darvidian呢 現在呢 還有在印度的南邊 還有在錫蘭 那些人呢 根本呢 四個總聖都不入 不入總聖呢 真是很慘 因為總聖之間呢 不跟你的class是不能夠通分 也不能夠有很多工作 不能夠超越 甚至乎呢 講到說當年呢 你踩到另外一個高級總聖的影子 它走到有個影子 踩到呢 都是有罪 階級分明得這麼厲害 那後來呢 印度獨立了之後呢 也將這個總聖制度取消了 那但是今天呢 今天仍然有很多人 是仍然呢 是迷信這個總聖制度的分配 那當然呢 我們也不能夠干涉 那個社會的習俗 那將來怎麼樣呢 這個呢 將來呢 再講了 會怎麼進化 怎麼變化 這個是後來之間 但是現在呢 仍然有 那我曾經有一個朋友呢 她是女性呢 是印度女生來的 在四十幾年前 五十年前呢 在四十幾年前呢 在這個香港大學讀醫科 但是她結婚的時候呢 她仍然呢 她的父母跟她握著 就是萬分雅膽 到她結婚的時候呢 才知道那個丈夫是怎麼樣 那是不是文明呢 在她們來說呢 是極端文明 在我們西方的思想之下呢 就極之不文明 但是呢 在她們來說呢 是信奉這樣的制度 也是一種呢 她們的生活習慣 那另外近年呢 認識到一個呢 婆羅門的教師 她是教著呢 這個 令賞 和呢 儒家的 那她 因為 她是婆羅門教 家裡呢 一定要她娶回婆羅門的妻子 她逃婚 走開 走來印度 來到香港呢 和另外一個人呢 和女子呢 不同國籍的呢 相連 那這個是後來的故事了 那所以印度呢 的故事呢 印度傳說呢 是中國鄰近的一個文明古國 希望呢 呂王呢 會更多 宗教上 傳說上的故事呢 會跟大家講 那我今天呢 我主要講呢 就是這個神后 那神后之外呢 我們講講另外一個神呢 大家都經常呢 會見到的 尤其呢 你去印度的廟 印度廟 或者呢 有些地方買東西的地方 買紀念品的地方 你也會見到 一隻 象頭神 一個象頭神 這個叫做呢 加尼薩 在中國佛教呢 這個呢 叫大歡喜天 那一陣子呢 有故事講 那 那 那 為什麼它會是象頭人生呢 那 那 講到呢 象頭人生的時候呢 大家呢 有很多個傳說 其中一個傳說呢 就講呢 她的父親 她的父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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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 雪山女神 的父親呢 那 帕瓦貼熱點洗澡、洗浴 他叫他的兒子在浴室外把守 不要讓其他男人、女人去偷窺 而致命服從 內河這麼巧就回來 回來後聽到水聲也知道妻姐在沐浴 而浴室門口就有一個年輕人居然守住 是不讓人入屋的 他叫他不是一個大陸沒有的人 然後一刀就斬了他的頭 帕瓦貼出來一看 哎呀!你殺錯了自己的兒子了 那怎麼辦呢? 他說 他是破壞的王、破壞的神 也是創造的神 他馬上說可以救回來 只要我見到第一個出來的動物 我就把他的頭換下去 他自然不分身 那麼巧又是 一隻大象經過 這隻大象很幸運 或者不幸運 就替換了他們的兒子 成為了現在的象頭神 大家記得的名字 加利莎 尖尼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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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們的象頭神 看到這個象頭 這個象頭 大家看到圖的圖有很多東西 譬如他的右邊的牙都斷了 這個代表世界是沒有原本 但是他的手就拿著 他也可以在沒有原本裏面求到原本 他看到他是一個非常善心的菩薩的神 他對人間做了很多福利 所以在中國華人來說 Janissa就是一個財神 所以很多人拜他 因為他可以招到很多財 其實他是在保障家庭 保障店鋒的安全 所以在印度教裏面 經常開張拜的神 都是這個加利神 這個像頭神 結婚也有人拜他 在中國來說 在這個店鋪上看到這位 可以聽聞可以保障他店鋪的安全 兼賺錢 那這個是 你說迷信也好 這樣也好 事實上他是這樣 在印度教佛教 用了他過來 就叫做 大昏天的來源 在講大昏天的來源之前 佛教叫他進來神的神 是天來的 天是神的意思 那他的父親 那他的父親 就在佛教裏面叫做大智在天 那 大昏天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佛教裏面有講 他有一次在佛教的傳說裏面 就說他遇到觀世音菩薩 那他這個象神就比較識心重 就很想跟這個 觀音結合 那在這個情況下 觀音就給了一個 所以我呢 要求他 以後你要跟隨著我 然後呢 我才可以交這個人給你 那大象神呢 也 即刻 答應 於是乎呢 佛教呢 就給了他 那個女生觀音 33相 給了女生觀音 這樣結為一個 歡喜的圓 所以呢 佛教也叫他做大 大歡喜天就是這個原因 那 在 印度的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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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復他健康 然後星期六講多些關於印度的神話和傳說給大家知道 好了 今天就此告別 拜拜